观众朋友大家好,今天我们要学习风雨竹子的画法。 我们上节课学了竹子的笔墨变化及行笔的规律。 下面我们介绍风雨竹,特别是风雨作品的特点。 画之前呢,我先把我们今天用的笔说一说。 绘画风雨作品,首先这个纸就肯定是跟其他纸有所不同。 这张纸我是在课下已经做好的。 拿什么做的呢? 我们就采取了我们常用的冥帆。 冥帆在白纸上,在升旋纸上加入冥帆以后,这个白纸就不吸水了。 那个冥帆有的那部分不吸水,正好是变成了由升旋到熟旋的过程。 我们利用这个特点,把冥帆分布在这个纸的各个不同位置。 按照你的曲式把它画在上面,形成雨的那种质感跟效果。 用什么画上去? 有时呢,我用一支毛笔把它劈开。 劈开,劈开以后,前面分出几叉。 然后用这支笔的分开部分,战胜冥帆,开始画风雨的效果。 画的时候,我当然要按照风雨的这个层次排列,一遍一遍地加入。 大家看看我这张纸,现在上面有冥帆,我做个实验。 我拿一个中号笔,吸一点墨,笔尖,调一下层次,翻过来,调过去,看看它的色间。 画上来了。 这一个笔触上了以后,马上就出现痕迹。 大家可以通过看到这个痕迹,就发现这就是雨的。 风雨当中,雨的每一个雨道都在上面体现出来了。 我们也叫做机理。 这种机理正好能够把墨分开,形成不同变化。 然后我们错个位,再继续画,就发现这个道,逐渐地就越来越多。 每画过的地方就有,每画过的地方就有。 这就形成了一个雨的式。 上面这些道还不一样,大家看到了。 有的是道,有的是一块痕迹,有的是一些斑斑点点。 不管是什么,都是因为提前我撒冥帆的时候做上的。 因为那时候它是无意的。 你怎么撒,这个冥帆都无意。 当你干了以后,你在画的时候,你才发现这个道是有宽有窄,有粗有细,有长有短,不一样。 但是方向是一样的。 下面我把这个水吸在笔里面,在笔笔里继续吸一点,让这笔再润一润。 我们再看一看,再画几个道,你看看。 好,我又画了这么三笔,大家看到了,道又出来了。 很明显的这种雨,雨的感觉。 这个办法应该是最简便。 下面我把这个风雨的笔触结构,画竹子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,大家看一看,我说一说。 我现在画了若干笔,大家就发现,老师画这个的时候,老师是顺着试走的。 没有一片叶子是顺着出来的,说顺着出来的,没有。 为什么?因为它风雨当中会把整个的叶子拢在一起。 我们这个叶子的试,老远一看,人们看这个画的时候,先从远看到近,远处一看就发现这是风风雨雨的。 近处才发现这里面,哦,能数得出来的,还有这么若干个主意儿。 看来远处看,看来是大效果气氛。 怎么出现这个大效果,当然就是我们画当中要用笔组合出它的大效果。 这是一笔,我们也叫做一片,两片,三片,四片,可能四五片叶子,一个组合。 这边可能更多的叶子片的组合。 注意,在这个里边,叶子的分配,我们就靠疏命。 你看,这几片淡叶子,一片,两片,三片,四片,这四片淡叶子就靠疏命。 这两笔和这笔之间就是密的和疏的,补了一个小笔。 那么现在我要画小的这些枝条,大家看,我还拿这支笔,我吸一点水,过来了。 然后笔尖沾了点墨,又调整了一下。 好,把笔终的水再挤一挤,这几个动作一定要注意。 下面我开始画一些小枝条。 大家看,我随着画我这笔还变了一下位置,转了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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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好,这小枝条一连,更显得这个叶子的式出现了。 一看就是由这边,这叫左侧的中部,向右侧的下部弯过来,这个枝条。 然后我又调了点墨。 调完墨以后,大家看这个调查盘里这个笔的运作方法。 按平,然后扁了,这叫压嘴状,扁了以后,侧面占浓墨。 这个我们曾经讲过,上几个我就特意说这个,画竹杆这样才有层次感。 然后我们接着画竹杆,从这个方向左下方往上画,把笔转过来,还是老规矩,我们画过了。 现在也等于回顾了一下画法,转笔,画上去。 式一定要由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,增加这个式的这种概念。 好,第二个竹杆,注意点,竹杆之间别在平行位置。 这都是我们讲过的,竹杆之间可以画到有诗有虚,甚至可以交叉,都可以。 试出来了,尤其在竹杆上,你看这一道一道一道,全是鱼的感觉。 我记得我在研究这个画风雨的时候,是82年,1982年, 我还特意把这个风雨作品的内容通过写声,通过我在绘画当中, 你看我现在画小杆,也是通过写声,绘画当中分析, 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画在画面里边。 我画过牡丹的风雨,竹子的风雨,紫藤的风雨,山水的风雨, 通过不同的风雨特点,我就摸出了这个冥凡和宣纸之间的关系。 怎么说呢? 我边画边跟大家讲,我现在用这笔吸点水,小笔吸点水, 然后我调一点墨。 宣纸跟冥凡之间的关系,我们是这样的。 首先,宣纸纤维长,我们画风雨不太适合。 就是宣纸拉力大,泥洛比,这个纸的水无限的延伸。 这种宣纸拉力长,纤维长,画风雨不合适。 画风雨的最好是纤维短一点。 我们现在我使的这张纸就比较合适。 一般的宣纸里边的静脾单约,或者是特种静脾单约都可以。 好,这是一个局部关系。 画到这个感觉上,问题就要出现。 就是画面都在用墨画。 现在你看我这笔里面都有用墨。 是不是加点颜色? 因为我们不是为了画纯水墨,我们是为了表现层次。 因此我要还用那只墨笔,吸点水。 就利用墨笔里面还有点墨。 我沾了一点黄。 在刚才的桥子盘里调一下。 你看这个颜色就出现了绿的成分。 然后我又调了点胎青或者花青。 好,不动。 拿过来,我选好一个位置。 要把这个竹杆跟竹叶连接。 比如说我在这连接,一笔竹子,两笔,三笔,画下来。 这个竹子还可以连笔画。 你比如说,连笔很快,很快。 可以画出大印小印。 比如在这个位置,大家看。 一笔,笔没动,两笔,三笔,四笔,五笔,接着画,六笔。 这是属于连笔造型。 连笔造型我们画竹子也好,画其他东西,我们都用过。 它是一种行笔的方式方法。 这种方式方法,尤其在风雨里面,特别容易显得有气势,而且连贯性强。 像这个小叶,本来什么都没有,我可以适当地加两笔。 你看,由于连笔,大家看,这叶子就很舒服,是吧? 小笔出。 但是笔要连,一,二,三,四。 带过来,过来。 然后吸一点水,一笔。 我又蘸了一点点花青或者太青,老是蘸一点。 拿上来,同样表现连笔的小印,大家看到了。 这样的话,我们就感觉淡叶子也好,农叶子也好。 它把这个竹杆贯穿在一起,层次多了一层。 我下面要为大家把这个竹叶的结构说一说。 因为上次我们讲读的时候已经谈过,竹叶的画法当中有几个笔法。 下面我把这个放在这儿,先不动。 为了大家能够把它理解得更透,我拿上另外一张纸。 大家看,第一,你是笔峰落,往后脱笔。 这笔竹叶画完了以后,上边是尖端,下边是尖的尾,中间是像鱼一样的形,中间宽。 那么你同样再用一笔齐笔的时候,你比如我从这儿再下一笔往后一画,会出现什么? 会出现这个位置的水分二次相融,使这个位置的叶子的形被破了。 破得原来你那个好看的形没了。 如果你从这儿又加了一笔,你又加了一笔,一看,你觉得这个形画出来, 但是这儿三次接触笔触和水,它就会使这儿阴成一块。 这一块阴出一个很不成形的一块墨。 谁都不想这样。 那么怎么办? 这个笔要看,就要在上面有跳跃,有力度变化。 比如说,落笔,拿起来,笔锋回来,点一小笔,接着画一笔,这笔可以不连,断开了,大家看。 然后又可以从这儿连一小笔下,然后往这儿做。 然后这个笔画当中还可以连这笔,你看小笔锋,笔锋,不要大笔数,你看笔锋,还可以连。 这连当中,这个笔自然是,一会儿笔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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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那么这个笔锋有跳跃,拿起这个笔以后就要,一,二,三,一,二,三,四,你看,一,就不一样。 所以这个连笔指的是,笔尖在纸上可以移动,同时提按。 我再做一遍,大家看。 我吸一点墨。 一笔,两笔,这拿起来了,三笔拿起来了。 好,四笔没动,五笔,六笔,七笔。 你别小看这里边,多了一个转折。 这个转折就多了一个笔道,这个笔道自然形成一种,我们叫什么? 我们叫笔触痕迹的变化,显得活,自然。 然后我就接着做,接着做就告诉你,这个笔当中没有水分的时候我们还在做。 你看,这也是连笔造型出现的效果。 它有干笔触,有湿的。 那么作为竹叶呢,大可惜就这样。 在风雨里面画竹叶,能不能采取其他方法? 其他方法还有什么? 我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个勾勒甜色。 甜色和加勾。 这两种办法在风雨里面偶尔可以用到。 因为不是完全都必须墨古,那不一定。 如果是勾勒甜色的,我拿一支小笔,大家看。 您就要注意一点,您勾的那个颜色一定不要太重。 您比如说我现在占的是淡墨。 我现在勾一个笔,笔触大家看看。 点一点,然后带下来。 这算勾一笔叶子。 勾这笔叶子当中, 下面这角,就是这竹尖尖,不一定都得合拢。 这合了,这就不要合。 你不合,将来还想让它合。 比如说从这还有一笔,没合。 但是这个没合,这也没合怎么办? 你可以从这单补一笔给它加上。 你补一笔加上,这个一线就合拢的, 这个没合拢的,就形成一,二,三,三个不同的样子, 不同的形态。 如果你都合拢或者都不合拢,都不太理想。 这样,这是作为勾勒。 如果我们说它怎么甜呢? 甜色。 它的甜色,我拿一支小笔,随便找一支。 我补生一点太青或者花青色,我补生一点,大家看看啊。 然后稍微加了一点点黄色,比较浓。 如果浓了,我笔中还可以再沾点水。 我们看一看。 甜色的时候注意,不要填满。 因为它是风雨的画,你填满了以后就没有层次感了。 所以你从这边填,你可以看着填,甚至可以填出非白, 然后又一次吸了水,然后又一次沾了点黄。 画到这儿,这个可以先不画,先画别处,你看,先画别处。 然后先画这边,你看这个先画下边,然后画到上面,是吧? 这个就从上面直接画。 画到这儿的时候,这块白可能就不动了, 正好在风雨里边有一块反光, 或者是水和雨当中的那种光影的转折。 也可以把它继续填实。 如果这块是因为风雨的冥凡, 实不了,那就无所谓了。 那是雨的痕迹。 如果是你自己空出来没有填实, 你就可以考虑。 现在就是在风雨里边。 这是勾勒填色。 木骨加勾呢? 比如说我们先画了这个颜色了。 一笔,两笔,三笔,四笔。 比如我们画了四笔,这一个竹节,画过来。 怎么加勾? 还拿这只小笔。 勾的书要注意,可勾出非白。 你看,这算可以断笔勾,也可以连笔勾。 你看,这就没勾死。 这就勾的相对接得紧一点。 下面那个几乎就不勾了,勾了一笔。 这个你看,带过来,又勾了一个非白出来。 勾留了一个非白出来。 整合这儿,这勾死了,这笔勾死。 那我把这个补一笔,又形成了每一个尖不一样。 每一个尖不一样,深浅不一样,深浅不一样。 通过两个方法介绍,通过我平时绘画的经验,和大家在练习当中所总结出来的感觉。 我觉得墨谷加勾,特别是在画风雨作品里面,往往会画起来比较顺。 特别效果相对勾勾填色更好一些。 因为勾勾填色这个线,容易在风雨里面画的实或者平。 而墨谷加勾你会有地方是,想深就深,想浅就想,想流就流。 想,不要,我们就把它去掉,都可以。 在一张画里面,有墨谷加勾,有纯墨谷,可以组合。 纯墨谷也可以组合。 所有的都是墨谷加勾,也可以组合。 所以方法多了,您画起来恐怕应用起来,我们选择的空间就大。 下面我们把刚才画的那张风雨作品拿上来。 我先会看墨,呦,这墨平不平啊? 我先要看这个问题,觉得有点平。 黑的有点和不黑的太接近,也就是说有点发灰。 这时候我就马上把浓墨盗上。 盗上浓墨以后,站了一点。 在哪家? 自己会重新想,在哪家? 这时候我就想,可能应该在原来种的地方加。 原来种的地方加,是不是会扎堆? 我先加一笔试一试。 一笔,两笔。 同时这时候你也发现你这笔里边的这个墨合适不合适。 这时候我一看,还可以。 老师一再讲,我脑子就在想。 老师一再讲,这个是要有一个整体感,不许画碎了。 因此画的笔道要方向性,要有整体感。 这时候老师说了,不让我乱画,我就在这画吧。 并且老师说可以连笔。 这叶可以因为风势而抖起来。 形成这样一个状态。 一看就仿佛就有风、有雨这种感觉。 然后老师还说了,这些竹杆不能都漏着。 那么这树这种竹叶可以在上面穿个一两笔。 我画上个一两个。 我继续沾点浓墨。 然后补两个小笔处。 补两个小笔处。 然后这个叶子就多了。 叶子多了以后,拿什么去扎这个墩。 让叶子空白减弱。 不是重墨,是淡墨。 心里要有数,这是第一。 第二个,一张风雨作品里面是以重墨为主还是以淡墨为主? 肯定是以淡墨为主。 让它虚嘛。 朦胧状态才好看。 因此我这笔里边的墨就不能画得太多。 我就要找合适的位置,点上几笔,点到为止。 好,点到为止。 这时候我这个画面的效果,我就确认基本符合笔墨和结构要求。 把它再勾过几个小的竹节或者竹枝。 好,画面齐了。 这时候我要吸水。 满足水分淡墨的需要吸水。 每次吸水,就填补一下画面的结构和空间以及构图。 你看,往这儿填。 这是什么地方? 上侧的偏左位置证明你这个上面还有很多的竹子。 延续把它的场面加大。 把它的场面加大。 有很多的竹子,画过来。 好,然后这个小竹叶,我们画点小的。 不怕小,不怕小。 这个时候小笔数碎不怕,因为它是染气氛的。 渲染气氛,烘脱气氛。 好,这时候也能多。 锻炼您这个行笔当中这个笔法。 你看,握笔还要往后握。 不要往前拿,往后握。 往后握锻炼自己行笔运笔的自然的运作过程和掌握这个度。 大墨。 这时候我就发现这两根竹竹杆被虚进去了,缺的是小竹节。 我就拿起那只小笔,小笔拿起来,蘸点浓墨。 我把这小竹节加一下,小竹节。 好,加上小竹节。 小竹节,小竹节加完了以后,这时候画面就开始出现了总的式的感觉。 像这空白都可以用小竹节来加,来弥补。 这地方也是有点,这地方也有一点。 这样画面就丰富了。 然后下面怎么办? 下面有两个办法。 一个办法画一个主竹竿,支撑一下。 比如说我拿起一只大笔,大笔我们一直没有用。 我调点淡墨。 调点淡墨,然后两边蘸浓墨。 选好这个位置,我们来一主干。 调过来。 上去。 来,加一个主干。 这画面的层次一下就多起来了。 然后在主干的旁边,我们加一点小枝条。 拿小笔,调点墨。 画一两笔都行。 带过来,带过来。 这小枝条,伸出去。 就丰富了。 然后这地方为了让它这个取势合理,吸点水,拿小笔。 取势合理。 我们还可以再画一个小枝条。 画面很舒服了。 因为它有动感了。 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就可以考虑是否渲染背景。 渲染背景拿什么? 我们今天单选了一支笔,就是排笔一支。 我拿起来。 这支排笔有大号小号。 这还算个中号的。 拿个中号排笔。 吸水。 吸完水以后,调您笔中的太青蓝或者花青。 在墨盘里边,再吸点水,水要足一点。 我们把它做出一个花青加墨也好,是太青蓝加墨也好,这种暗蓝色。 带点灰头。 然后我们就开始渲染它这背景。 背景渲染的时候,肯定这一笔下去,这个叶子就被吃掉了。 所以我们得看,现在这笔是重的颜色。 我们先画在哪儿? 比如说,我们先画在这个位置。 我们看看。 须笔画。 这时候画的时候还可以有点非白,就留着不动。 然后吸水。 吸完水以后,填刚才那个空白。 这一填,那个湿画法就出来了。 刚才第一笔那个印还留着呢? 大家看得出来,还留着呢? 然后这时候你可以把它画过去。 这样的话呢,我觉得现在这个效果就出现了。 这个效果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风雨的效果。 就出来了。 画面就好了。 这就是一个风雨作品的一个介绍过程。 这个过程介绍完了,下面的任务就是你觉得画面大体关系具备。 取式有,构图完美,结构也比较清楚,而且一看就是个风雨当中的竹子。 有韵味,有笔墨,有情调,可以了。 一定要等干了以后再提款。 干了以后提款,也跟每次我们提款情况是一样。 落上您的名字,落上时间,提到这儿,下面就是盖章。 两块红颜色就使这画面很精神。 这样我们这个作品就已经把它完好的创作成功。 画风雨作品,大家注意,我谈了两个内容。 第一个谈怎么样把这纸做出效果。 第二个我谈行笔当中怎么顺势把风雨的竹子画得符合大气氛。 两个都把握住了,说您竹影当中出现点小的错误穿插,那都可以。 原谅。 因此练习风雨作品是为了让您在画竹子的同时增加一点新的感受。 把竹影重新做一个尝试组合,结构变化,对您画竹子是非常有好处的。 希望在课下请大家认真地练习,体验一下这个风雨的效果。 今天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。